您现在收看的是三立财经台 晚安欢迎收看台股新攻略 带你掌握全世界 我是李星云 我是薛林泰 今天可以关心到在指数的一部分 虽然说台北股市是相较于亚洲股市比较弱势 但是在个别股的不一样了 因为怎么说呢 在盘中很多的个别股都已经是攻上了涨停板 那现在是不是依旧把指数放两旁 这个个股放中间呢 乔老师后续怎么来看待啊 好我想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讲 我只怕你一直没有做出正确的动作 因为我一直强调说这里就是多头 你也许觉得说好像外面有点乱 说乔老师今天跌了二十几点 好像二三十点 我跟你讲他没有什么 跟着乔老师不觉得乱啦 因为乔老师你自己说啦 几档工掌停了 我们看一档一档一档看 我们先看一档 最传奇的 不是传奇那一档 传奇等下再讲 最神奇的那一档 叫做6609的龙泽科 来忙忙忙 去庭办 来看一家日K线 你看日K线 这个股票的日K线很有趣 其实前一波是修行过了 我前几天 投资朋友我真的是啊 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讲 我可能没有办法 尤其我今天早上在八点向前冲的时候 我们还在跟大家讲龙泽科 今天早上八点向前冲的时候 跟大家讲龙泽科 八点这个跟苏贤一起合作的 预告了 对对跟你预告 但是我前几天就跟你讲说 你要注意这一档股票 因为我今天早上跟大家 S&P500创新高 预告Google也要写新高 我们再看到Google旗下那些企业 最近长最凶的就是什么 就是自动化概念 那龙泽科要怎么做呢 来来来 再来一下日K线 你看再把它缩小 拉了一段你高档卖一次 我最喜欢做 因为这个我 我说起来 我从27块做到今天 已经做了大概六七次了 因为经过整理了 对我所谓六七次 买卖算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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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不知道知道 我已经不晓得了 我已经搞不清楚了 你看我还帮你预告 我最近一直强调说 什么叫事先预告 那个在那边盘整盘整的时候 我跟你讲龙泽科涨停板 过年前我跟大家说 两支股票要报过年 后来我们来回操作 我们不是讲那一档 五四七八的志冠 来大家看看这支股票 五四七八 你看直接 对 直接涨停 直接涨停 你看我们做了几次了 我说今年这些股票都翻身了 再来看一档 再来看一档 3306的 我跟你说你要注意这支 你要注意哦 这后一周可能会噴出去哦 因为以技术面来看的话 你看那个带大量的上影线 今天收在这个位置 我可以跟你讲刚刚好 因为他今天不能涨停板 因为涨停板 没有办法创新高 刚好凭高点 不利于他后市的做法 这凹来很好做 这支很好做 为什么 当然我说过很有趣的观念 就在他这个国际股市的嘎民 一直在写新高 昨天晚上嘎民都还在涨当中 准备在创新高的 你看看 老师朋友你只要做对 这个好事就会发生了 来我早上跟你说 这个这个量比较小的 可是我们也做做看 6155的 来看一下这支 我昨天还跟你讲嘛 军宝 军宝 今天有什么掌心板 是不是 你看这个 第二根咯 昨天第一根 真的是啊 春城无处不飞花 到处都是花 你每天在那边烦恼当烦恼 我觉得这个不是办法 我说过 我一直跟大家讲说 你要预约下一档的标马股 我们客户 来就算我说 大家在选传产 我也是挑了 我前几天挑了一档 一档传产 1321来看一下 是不是今天又拉尾盘了 这个又拉上来了 1321 你看这个 这个有题材 还有观念 该 过高拉回 整理再冲一波 那股票啊 就是这样做 你要失误的几率 非常的低啊 投授朋友 我们讲没有百分之一百的 就好像我说F茂林 F茂林 给我看一下F茂林 今天小涨 他昨天是涨停 但是不要忘了 他每一次起涨的模式 都是这个 这种死样子的 那去过年之前 那个一百一十几块 涨上的也是 Tesla已经涨上来了 他在那边绕绕 你看Tesla这两天飙 而且我可以跟你讲 我可以跟你讲 我现在手上 关于Tesla的这个 这个资料 大概这么厚 这么厚 因为我钻研他 很公分喔 我钻研他 因为 我跟你讲 有些特定的业内法案 都还来跟我要资料 因为我做的很详细 而且研究的很彻底 包括他们总裁讲的什么话 北美 在布局什么啊 对 对我都弄得很清楚 我跟你说 Tesla 按照合理的话 昨天涨6% 他的技术面 告诉我们今天晚上 还会大涨 你可以拭目以待 所以 过完 这个春假的时候 这个不是春假啦 清明节的时候 学生才叫春假 然后过了这个清明节 之后 好戏 就要开始的 你要注意喔 这一波 真的是很多股票 会在下个礼拜 做用力的喷出 请你务必要锁定 来 马上指数一下 好戏要开始 是不是代表投资人 如果说更对方法的话 是不是就要发了呢 今天指数透露嫌迹 怎么说呢 因为来看一下指数 最后收在什么价位呢 收在了8888.4个8 最后指数小跌了16点 而在全交量能的部分 则是975亿元 邱老师指数 是不是透露一些玄机 现在都8888了 那后续要如何选股 才能够发发发发呢 广告之后继续带您看 马上回来 华信投股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式策略选股 华信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 专专专业 诚信负责 支付专线 022392 3988 大概只有四个人只有一个会去做治疗 那更要紧的是过了70岁以后 都还会有9个percent 十个人有一个 还继续会有这个潮红爆汗的症状 这也太好喝了 好喝了 那后来我们会加这个甘草 那其实它就是治疗就是 你可能就是情绪起伏比较大的 动不动看到下一天就会掉眼泪的 头上睡不着 对 发现它有双向调节 那或者是头 这个到下午的时候 精神很不静的时候 你可以按一下 你会发现眼睛都亮了 请锁定 养生我知道 周周来报道 股市不只是加权指数上上下下 汇率升扁到底代表什么 产业赚不赚钱跟你我有什么关系 互动式的财经平台 带您深入探索美的资讯角落 全新改版 内容升级 进行锁定三立财经台 1900财经行文 之前在今年她发现惊国工学院 您的型存根 1-5-15-1-4-14 第1盾 要成功为时五十万 除去 1-5角度 4-1-5-14-4-15-1-5-3 全台8家销售点 40家服务点 伊苏组总代理台北合众汽车 一次次感谢越 四月底前回场见解 好 欢迎回来 今天指数收了一个非常吉祥的数字 那如果说头证也想要这个吉祥 也想要发的话 也要挑对标的 乔老师怎么挑啊 我想这个股票市场上这个观念的问题 那我说过 这个来 我们看一下国际股市 我们要跟大家讲 国际股市现在还是多头 还是多头的 那S&P500再创新高 所以这里是空头来多头 你别猜 你把它弄得很复杂 尤其喜欢学技术面的人 都很容易把自己绑住 你说那个高档有卖压 9000关卡什么的 多头不是这样看的 你要把它简单化 只要美国股市创新高 全世界就是多头 S&P500是全世界最重视的一个指数 他写下新高 对 你要注意哦 他写下新高的时候 S&P500里面最重的全重股 有一档叫做Google 所以他写新高 我昨天就一直跟你讲 龙哲科 龙哲科 这样懂没有 因为Google就有可能写下新高 那赶快再去找Google旗下那几档机械人干 你真的大涨上来了 所以龙哲科请问有没有机会 那你前两天布局的话 今天直接涨停板 那你不是开始丰收了吗 那么龙哲科涨到高点的时候 大概他的股性大概涨五成左右 他就会稍微开始涨休息一下 股票就是这样子 那你大概四五成 看到有一天爆大量 你就顺势把它卖一些 那就再等再等 再等到拉回的时候 那一面拉回的时候 你看到Google是不是还在高档 然后他们这个美国的同样的这个 包括中国大陆这个 智能制造机械人这一块 是不是还在涨 是涨的话 你就等他拉回准备再接 这样你听有没有 这样就不会失误了 我喜欢说 跟大家讲说 美国股市还在走高的时候 没有空头的疑虑 包括恐慌指数 包括这个所谓的这个奢侈品指数 都在我们规划范围 好 那么我们先从个股来谈 指数的话应该大概OK 那么亲民不会变盘 所以亲民变盘的话呢 他跟财报的公布有关系 这个因为他关系到一个 所谓的中长线时间波的概念 就是五月份到九月底 十月的时候 这一段过程当中 美股当中的变化 所以我还是强调 目前我们把美国股 是比较可能拉回那个中期回档 定在这个五月底这一段时间 所以你还不用太担心 你还接近两个月好好做 你每天都有涨停板好赚 你不要想太多啦 你不要给自己弄得很麻烦 那么到了五月底是不是真的要压回呢 那时候要看什么 要看结构 全世界的结构有没有转坏 有没有转坏的结构 这个我们到处会跟大家讲 好 美国股市当中的话 你要注意苹果开始进入整理了 但是苹果的概念股的话 如宾肯昨天是拉回的 这个资料又没有输进去 昨天是小跌了一下 但是康宁还在持续创高 所以我今天找盘的时候 有没有跟大家讲 有没有跟大家讲 现在指数的观念在 友达 这样对吧 是不是 今天友达就带量上涨了 对嘛 不然指数 因为这个大立光可能涨多也要拉回啊 然后这个台积电 涨了好几天也会拉回 这样对不对 所以友达要上来 因为康宁 有没有看到我帮他点一个黑黑的 康宁在涨嘛 所以全重五弹 完全命重 这是在这个我们投顾分析里面最高深的啦 真的我觉得我很自傲我这种 我这种对盘的敏感度 所以我不会忽多忽空 该多就是多 该高卖一下志冠 这个赚个大概四至五至五至停满 把他卖掉 报大量嘛 然后拉回去去再做 你看志冠又连拉了两只停满 我们早上套早还买 你看这种 这种才真的是操作 这里面不只有选股的策略 也有操作的观念 我刚才说老子朋友 你啊 没有跟上脚步来是有点可惜啦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清楚 有点可惜啊 因为你想太多了 我每次讲到这个指数的背景 我最喜欢用那个 大乐透的头彩 有没有 欣云你还记得吗 记得啊 大乐透的头彩 如果你中了头彩 是二分之一的机会 你买不买 那国际股市在创新高的同时坚点 这个多头至少有二分之一强的机会 是多头嘛 国内那些政局分长的话 久而久之就冲散了 就冲散了 那你要利空的时候拉回买 因为事实上 只要美国股市是全面性的多头的话 全世界都是多头的 台湾早涨晚涨都要涨 那你越好一单 一单做什么 公立法院公行政院利空 签买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观念 再来看看 那么全世界的股票 TESLA昨天涨了6% 你说老师今天Apple帽连 昨天涨停满今天只是小涨而已 你等着看吧 你要赶快加码吧 我说过我才跟大家讲 我才跟大家讲过一个东西说 我对TESLA的研究出乎你的意料之外 我手上连特地人士都会告诉我 还有注意喔 Garmin昨天又来了 Garmin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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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一下 Garmin又来了 来看一下 Garmin又来了 Garmin2.2% 有没有 那明天 注意喔 注意喔 顶天啊 因为按照技术面来讲 可能短时之内会喷出喔 因为这个技术面 因为他前三天 两天前一个长的上影线 收在相对的低点 后来这两天再突破那个位置 明天 好合理的 下个礼拜这高票你要注意一下 会喷出喔 当然我还是强调啦 这个 我们可以看看美国股市 今天晚上的一个表现 跟明天嘛 因为明天我们修市嘛 那个这个 所以今天晚上跟美股 今天晚上的美股 跟礼拜五的美股 什么时候来告诉你 诶 拜一国就留我了 你看看 今天早上有没有跟你讲 隆则科 有没有 有没有讲隆则科 今天早上跟你讲的 我们礼拜一 一样还有更精彩的 我跟你讲 我们讲的股票 我在这边跟大家讲的股票 事实上我都蛮心安理得的 也许我讲的过程 刚开始讲到没有涨 可是后来都大涨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因为你买得到 不是说我跟你讲了之后 他就建高点了 好像我在帮出货一样 不是不是 我不喜欢那个feel 所以很多一直涨上来的股票 我在这种节目上 我反而不提了 像我最近的永贯 我们不断的加码 不断的操作 永贯天天创历史新高 我很少再跟大家讲说再加码 因为涨很多 我希望等到有拉回 下一次永贯拉回 我再来叫你参考看看 这是我的做法 而且我说实在 我的东西的股票 讲一讲过一段时间 突然间飙涨的话 我这种感觉 这个 这个 这个不是任何东西可以形容的 不是你自己想想看 你在这边分析股票 多少全国 多少投资人在看我的节目 然后呢 因为我 然后讲的股票 刚开始没有动 突然间 几天过后 或者第二天过后 开始大涨 那个这种感觉真的是 这个不是金钱可以买得到的感觉 所以我很享受这种感觉 所以我都花很多时间 在研究这些资料的 来 再跟你说一下 礼拜一 礼拜一 比礼拜一 那我们赶快把这个 国际股市的架构 来看一下 最近我跟大家讲 像这个无线充电 最近中国大陆无线充电 最近又开始涨了 所以我这两天 跟你建议这张股票吧 今天又涨停了 第二根涨停了 好 中国股市的内容的话 因为最近正在做一个震荡 那么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 譬如说 好 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好 你看我今天的这个盘潜 这个我们投资人把电脑打开 他会自己跳出来 按键很简单 都不用按键 他就会自己跳出来 你看到我今天早上8点40分 给我的投资朋友做的分析 指数是偏多 一样是偏多 然后呢 我们今天跳一个 龙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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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龙泽科 龙泽科 今天早上还特别提到 今天盘中我们还是 因为开始动了嘛 我们还是加强推荐这一档 有没有看到 这是9点多的时候 龙泽科 我说我只推一档 你要做短线 当日充隔日充 你早上一买去去停办 三趴五趴 升坦才走 都没问题 因为未来格局当中啊 这些当日充隔日充 或者隔日啊 礼拜一开高你也可以卖 搞不好你就先转 说不定礼拜一就直接涨停了 都有可能 至少你当天的架构 你先转个三五趴 我喜欢那种感觉 同志朋友我真的很喜欢那种感觉 我希望你锁定我的节目的时候 你都能够快快乐乐赚钱 股市不是你所想象的 那么难 也没有你想象中 轻载走走的 不是 一定是经过分析整理过的 我希望这一点你要透 我的模式是掌握 国际股市的相关内容的资讯 来给大家提供正确的 好的股票 好 正确的观念才能够真正的 投资获利嘛 所以我们也会 持续的为大家一起来做个 掌握最新的一个动态 好 先来看到期货市场目前 已经是收盘了 最后的一个收盘情形 又是如何呢 在台指期的部分 最后是修在了8868点 这个涨幅来到0.15个百分点 今天比较弱势的是轮到了电子期了 因为最后的跌幅是来到0.33个百分点 反倒是前一波 这修电压力比较重的金融期 今天的涨幅目前是来到了0.3个百分点 好 这是期货市场 最后一个收盘情形 提供给投资人 一起来做个掌握 好 看完了期货市场 大家还是在想啦 那哪些是对的方向呢 这个时机点上 又有哪些对的标的呢 我想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讲 譬如说 今天的6609的这个农则科 你看这个标准的技术面的架构 我们把它刚才那个画面 做一个浓缩的话 你可以看到 像我习惯就把它放在这个位置上 那农则科这个位置 一样我们就用这个 今天开始又另一个阶段起涨 实际上我们建议的 同志朋友客户在这边 农则科 今天4月3号 有没有看到 4月3号 农则科嘛 6609 那么这个点出来 这个文字会出来 文字会出来 而且今天 说在 我们推荐就是一档而已 这个 太多也拍走 大概一档左右就好 当然我们带 跟我们客户操作 他会有四档左右的一个投资组合 然后有买有卖 这个勇冠 第二次买到现在还没卖 四档卖过一次 昨天开始买 就这样来回来回的做 我一旁到这边 你也可以体会这个感觉 那么 因为 投资本最喜欢问我一句话说 老师 勇冠去那些 他第二次拉回的时候 我在买勇冠的时候 投资人跟我讲说 老师勇冠去那些 结果他又再大涨了五成 第一次涨三成半 拉回的时候 我说你可以介入勇冠 结果呢 就说老师 找那个破敌的 这都是错的 看到这里 你看他力望天天 涨停板 你如果没有强者很强 这个观念的话 这个市場是你不能碰的 这个市场上是你不能碰的市场 你懂我意思吗 强者很强 这个观念如果没有 你这个市場 你甘得贪就是 因为你会怕 你会怕 所以我常常讲说 标股你要跟上 不只是跟上这句话而已 而是你敢做 你敢买敢卖 这个叫跟上 你敢买敢高档卖一次 拉回去去做多 跟他涨多少 没有关系 这个两年多前啊 那个1476的乳孔 才二三十块 后来涨到四百多块 股票没有什么 叫做涨很多的 不管你怎么操作 一定要最基本的观念 那康陶来 要先知道 他国外的这个 这个格局模式 出现了什么变化 先来把这个指数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 时间抓住 指数的高点 个股的高点是不容易抓住的 那是用拆的 懂我意思吗 指数或者个股的高点 是不容易抓住的 但是时间坡是推算的出来的 好 慢慢再来了 来 这个你看龙哲科 有没有 这几天一直跟你预告 有没有龙哲科 有没有 是不是 今天是这一根 是不是 你看很清楚吧 你看这个箭头 要不要判断他 他是这个买卖均章 什么的 要什么多方 什么量啊不用 要不要看主力冲 不用嘛 就上来了嘛 为什么 因为盘前我就跟你讲 国际股市已经开始 大涨自动化概念了 我很喜欢做龙哲科 因为他空间大 一下会急拉五层 再拉回来两三层 你看 这很好做 你高档没去 这个中间价差又赚到 这很好做的 老师朋友快乐一下 高兴一点 做股票要轻松 外面的学生那又怎么样 是不是 对不对 快快乐的做 天天有涨停板 你赚钱赚习惯了 外面的纷扰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希望你体会 像我的投资人 每天都跟我讲说 每天期待的开盘的来临 你懂我意思吗 每天期待开盘的来 开盘一来 就还有停办好谈 这样你懂的意思吗 就在意你自己去钻牛角尖 老师傅一直跟大家说 为什么我会举例 什么乐透彩什么的 我不是要怎么样 我只是要告诉你 你把它弄得太复杂 对 那选股方面的责任交给我 那我可以给你代进代出 来看一下这个点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这个转折点 有没有看到这个转折点 然后呢有没有看到这个 有没有 起涨的第一跟红多方进场 那停准停力一点 手写在底下 任何东西你看 这个很清楚 所以我希望你来使用 看看看看我们这个操房工具 你有没有我们公司走走走 走也没关系啊 好 我经常都会跟大家讲 事先 事先预告 提前布局 有没有看到 事先预告提前布局 事先预告提前布局 有没有 事先预告提前布局 为什么来看看农哲科 是不是前几天在这 有没有 我跟你说 之前给你买一段期 然后我来说 当然我必须跟大家讲 我们布局到今天 是这个位置 是一个礼拜之后才开始动 可是这段时间 你慢慢 都不会去赔到钱啊 我说是买在这一根 你不会赔到钱啊 然后今天 是不是来了 今天是不是来的 第一根涨停了 我早前也跟你说 就像这一根 一个起来 五成 震荡 这拉回是两成 又要两成多 然后现在又开始来一次 那会不会再来个五成 你每一个阶段赚个五成 来个两三次 你自己想起来 来个两三次还得了 这样同学们都懂我意思了 好 我就自惯 自惯 你不要说昨天看我节目 过年之前 我就跟你讲这张股票了 过年之前 我们是坐在这里 然后这里卖一次 然后好不容易 这两天就准备一下 昨天我给你讲说 来 又来了 又来了 这是昨天 有没有市价 企业又下去 看看 今天在这又停盘了 是不是又创新高 老子朋友 这样破了什么 要把它吹下去吗 当然是 这样操作就是很棒的操作 这样对不对 所以我说 这叫做什么 我任何股票 都跟大家讲 我的欺负都一定有 因为我不需要作弊 有没有 我说说到做到 你讲志冠讲永贯 我也不是今天才讲的 我们再来看看顶天 会记得这支股票 我认为 这几日有什么潦草 就要什么 就要喷出了 顶天 这是顶天 让大家有点印象 不要说 都偷盖起来的 我们没有那个习惯 好 岳峰啊 国际蓝宝石基板 你看 这里给你预告 有没有 然后涨上来 有没有 预告是在这里 对不起预告在这里 有没有 那昨天涨停 今天再一根 有没有 是不是再创新高 哦 股票这样做就有趣 为什么 可以做这个 岳峰蓝宝石基板 鲁宾很大涨 中国大陆 这个金盛 这些店子 也是大涨 你看一下传奇 有没有传奇 在这边跟大家讲的 是不是要写下传奇 是不是 传奇是不是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 真的是个传奇啊 你看这一段又是上来 这一段要来回 下去停办 是不是 每一档股票都很漂亮 我昨天跟大家讲 军宝 来6155 有没有 6155 有没有看到军宝 有没有 是不是昨天 这一档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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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啦 昨天邱老师在节目上就说 要注意了 对啊 军宝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这个位置 有没有 昨天这个起漲点 军宝4月2号 4月2号 4月2号 军宝4月2号 有没有看到军宝 是这个点 涨了 两支了 两支了 这样 昨天是涨停 今天再涨停 这一档是两支了 昨天你看 4月2号 10点多的时间 这里有几月几号 几点钟 有没有军宝 有没有 是不是涨停 连续两支 这个 这个 没有办法形容 这种感觉 你有没有赚钱 那个feu 导着朋友我只问你 我昨天跟大家讲 最标的小型股 有没有 因为他量比较少 但是量少 也有一两千张 今天第二根 是不是 导着朋友 做的 就不用看勇冠了 勇冠不是国家养 有没有 勇冠在这里 这个地方坐一次 这里再跟你讲 再加码 这个地方坐一次 在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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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再买一次 这里卖一次 这里再买回来 有没有 勇冠是不是 你看这些点 我们再看一次 最早在这里 客户买这里 我在电视上是这一天讲的 接下来拉了一段 然后我说高卖之后 低檔再接回来 有没有 然后呢 你看这个点 是不是这个点 是不是再上来 真的是勇冠三军 今天还差点涨停 今天再度写下历史新高 我当初跟大家讲 TESTA大涨的时候 这是1月23号的时候 这多少你给你看 走到这里来 我们看到 110几块 110几块 有没有 拉一段 这两天 高卖之后 再来一次 我跟大家讲 这里要动了 有没有 这两天是不是 又慢慢的攻上来了 又慢慢的攻上来了 所以我再跟大家讲 好戏啊 才开始而已 好戏在后头 这些股票都是我们客户 一档一档 有买有卖 说到做到 买到赚到的 当此之时 一样礼拜一 不要忘了锁定我们 开盘 这个盘 这个八点到九点 正好告诉我们 这三天价放完了 对对对 美国股市怎么样 当然我说过 你给自己一个机会 好不好 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给自己一个机会吧 我们开始要准备 预约下个礼拜的 真正标马股 蚕蚕倒瓜切口口 好戏才要开始 我们好好的在下个礼拜 再奋斗一下 再段暂停 好最近喔 这个台北股市 真的是多头格局了 在多头的架构当中 到底要如何赚到钱呢 下周同一时间 再继续的帮你来看 谢谢邱老师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与您再会 拜拜